7月13日上午网红小冉 他明白甚是光机 不幸离世 他的好友发长文为他讨功道 长文中写到好友小冉 因为在医疗美容院做抽脂填充手术 因皮肤感染器官衰竭 痛到忍不住求救 2021年5月2日 小冉在杭州华盐医疗美容 做了抽脂填充手术 手术医生是高强 经过杭州华盐医疗美容的各项身体检查 及认可后 对小冉进行了抽脂手术 医院的健康检查证明了 小冉当时的身体状况 是可以接受这项手术的 由于小冉手术前没有提前告知 是独自前往医院的 所以家属并不了解小冉 在几个小时的手术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5月4日上午6点34分 我们接到杭州绿城心血管病医院 ICU医生打来的电话 通知小冉以多器官衰竭 请家属尽快赶往医院 当我们焦急的赶到绿城医院的时候 ICU的医生告知我们 小冉的情况很不乐观 虽是都有生命危险 为什么那么晚才送来 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我们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查学了小冉 在华颜手术期间的 护理记录单才得知 5月2号晚上手术后 至5月4号凌晨5点 小冉一直在喊痛 满边疼痛的描述 看到这些生冷的文字 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当时的痛苦 我们后续了解到 是小冉疼得不行 自己打第120解救电话 才送去的医院 杭州华颜医疗美容 在小冉表达痛苦的时候 只采用了简单的用药 以为是普通抽脂手术的疼痛 但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期间曾休克昏迷 还以为是在睡觉 5月5日经家人伤穴 转入浙江第二人民医院 进行更好的治疗 在转院的过程中 是我们家人第一次见到小冉 由于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小冉已多器官衰竭 前胸到肚子皮肤大面积溃赖 浮肿 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只能通过多种医疗机器和药物 维持生命体征 做了两次全身杀菌手术 肚子直接开刀进行杀菌 身体器官疼痛也越来越明显 直到昨天肠胃大出血 即便这二医生奋力抢救 最终也还是没能阻止 再生细菌继续感染 生生在ICU熬了两个月的小冉 还是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小冉从小就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 家境优渥 生活无忧 很早就创业成立了自己的亲奢品牌 拥有众多关注者 这么热爱生活的人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了 我们虽然很痛苦 但也必须从痛苦中爬起来 向杭州华盐医疗美容提出几个问题 也同时警醒大家 第一 为小冉做抽脂手术的主导医生亲口 向家属承认 小冉当时确诊是感染状态 但并没有说是术中还是术后 也说了没想到那么严重 对于用药的计量可能有无差 那为何不再做出判断后立马送医 为何拖了一整天 期间小冉出现休克 为何没有及时发现 第二 小冉已经多次陈述自己很痛苦 为何华盐只是简单用药 并不引起任何重视 直至小冉痛苦不堪 自己打120自救 杭州华盐医疗美容 这么漠视病人的痛苦吗 第三 在得知小冉趋势的消息后 为何华盐的负责人 一直不肯出面跟家属道歉沟通 为何一直推卸责任 第四 卫健委封存的护理记录单 为什么少了一页 被撕掉的那也到底隐藏 掩盖了什么真相 第五 事发后无法调取手术监控 为什么医院不配合不予提供 第六 主导医生高强前几天还在医院继续看诊 今天连夜注销微博 终于良心不安了吗 对于你们来说 他可能是一个你们口中的医疗事故当事人 但对于我们来说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家人 多么美好的一个生命 就这么没了 我们只求一个真相 据一些网友科普 细致本身就是个非常危险的手术 手术的窗面很大 想想也知道 要想均匀的细致 脂肪层恐怕都得翻动一下 而脂肪原本就具有保护器官和骨骼的作用 在抽脂过程中不小心恐怕就会伤害到自身的器官 尤其是腰腹部虽然脂肪容易堆积 但器官也不少 发生危险的概率自然是大不少 据了解 吸脂手术就是通过一根 长约50厘米的金属空心管 经皮肤插入到脂肪层 管子后方连接带有负压的机器 将脂肪少量多次吸出体外 虽然该手术目前相对来说比较成熟 但也有一定的风险性 除了严重的皮肤坏死致人死亡外 抽脂手术最危险的并发症 就是脂肪栓色以及大出血 脂肪血栓就是大量脂肪进入血管 进入人体血液循环 于是堵塞肺动脉 引起肺堵塞 从而导致呼吸困难 衰竭和死亡的情况的发生 2019年11月14日 成都女孩小李在闺蜜的陪同下 到位于成都市高新区神仙树南路的瑞菲斯医疗美容机构 做抽脂手术 在抽脂过程中 小李出现了异常反应 转院后应抢救无效死亡 32岁 而小冉去世时年仅33岁